美國國務院網站推出全新網頁 專門記錄中共侵害人權的種種劣跡 這個標題為《中國對人權的漠視的網頁 就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了詳細的分類 包括對新疆、西藏、香港的鎮壓》 網頁還列舉了中共侵犯宗教自由的許多事實 上面寫道 中國政府是世界上 最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國家之一 他公開敵視所有宗教信仰的成員 包括維吾爾族穆斯林、藏傳佛教徒、基督徒 和法輪功學員 國務院表示 美國將始終如一的支持 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的人 這種壓制、迫害是導致150多藏人自焚 這些數字可以說每一個個案都是一個罪惡 每一個個案都是一個嚴重的人權侵犯的案子 還好美國出臺了這樣的一個網站 它能夠讓人們在這個網站上 把中共的這些侵犯人權的罪惡一筆一筆地記下來 旅據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健表示 美國國務院新設網頁 用官方的形式逐一發布中共對人權的迫害 是非常好的創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 否認打壓言論與宗教自由 聲稱他們依法得到保障 信仰者以及法輪功修煉者 這些事實證據是他不可能用謊言 一句代過就否認掉的 對於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所謂 中共當局奉行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 實現了近14億人從貧困到溫飽 再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評論認為中共用這樣的謊言 欺騙中國人民70年了 所以中共的大部分所謂他們講的這些人 他們有了一些好的生活 也無外乎是因為全球的開放的這種政策 以及民主國家給予中共一個發展的機會 才導致了因為人口紅綠的問題 讓中國有了這樣的一個成長的可能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 你確實說是因為中共共產黨領導的 才讓自己人民安居樂業 這完全是符合事實邏輯的 張健指出 中共外交部不但摸不所謂的種族問題 還反擊美國要在人權問題上先反攻自行 在美國我們能看到種族歧視的確存在 但是它不是因為一個政府制定的國策 而在中國你所歧視的東西是中共定下來的 它按部就班的去迫害 只要你的行為 中共認為對它當前的統治 或者它的施政的形象產生了一點影響 你就變成了違反對象 尤其如果你是小數民族 你可能會受到更加嚴厲的迫害 這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概念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還以中國第五次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為藉口 宣稱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 以及中國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高度認可 中共能夠獲得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席位本身 恰恰是一個證據 說明中共在國際社會的滲透有多麼的嚴重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認為 中共當局用金錢利益 威逼利用操控收買一些小國 取得國際化語權 這樣才能以此作為幌子繼續蒙騙下去